胎眠術開始 奥様的顔が 石原さとみさんに おーやべえマジだ 所以今天是 黑年吊成 早安難過的ないですよ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行 雅春大媽的我 這個一定要變少女 所以今天是 跟著石原理美 學變美 這是一期讓你在最短時間內 高校變美的小教程 主要適合以下人群 都勝利人放假後的甜甜 真的 這大貓是誰 浮腫皮態 皮膚粗糙毛骨粗大 精心打扮後呢 卡粉浮粉 妝面不乾淨 以及想要擁有 石原水蜜桃般初戀妝孝 卻總是無能為力的 首餐當孟 石原的變美食 簡直就是我們的超級乾貨 前段時間她分享的美麗秘訣呢 提到了 注重肌膚的保濕 以及輪廓的一個塑造 所以 從護膚到化妝 我整理了一套 我覺得能在最短時間內 急救變美的小窍門 只要在你的日常步驟中增加這些 就能讓你的效果翻倍 讓你這樣起來 成這樣 變成這樣 本期視頻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打腕的變美運動 第二部分是 短肩高效換膚 以及第三部分是 日系清甜初戀臉的妝容技巧 看了那麼多教程 是不是還是化不好 可能你和別人差的只是一個好的臉部狀態 刷著我牙 讓我們一起變美吧 好了 變美運動 這個方法呢 主要是針對背部還有脖子的鍛鍊 來提升我們下核線的輪廓 當然呢這個方法起碼要做一個星期才有效 但是呢做一次你就可以感覺到幾步的一個拉伸 很多健身博主有出相應的內容 我分享幾步我做下來覺得效果最明顯又最簡單的動作 第一步 沉肩下拉 肩膀下沉 後背用力夾緊 從側面看呢 手臂一直是和身體在同一條垂直線上 這樣做20個之後呢 再在這個動作上 加上頭部向側面轉45度左右 再往後扬 左右各五個 這一組動作 鍛鍊了背的同時呢 也拉伸了脖子上的凶索鲁突擊 第二步 雙手交叉合十 慢慢舉到頭頂 兩手分開手掌朝外 肩膀下沉 後背用力夾緊 以掛圈的形式慢慢放下來 從側面看呢 手臂還是一直和身體在同一條垂直線上 這樣子的動作總共做30個 第三步 是頸部按摩 手指背上抹上按摩膏 嘴巴的下顎包柱上側 做出地包天的樣子 嘴角順揚 下巴往上抬 從下巴到鎖骨處 按摩15下 這個動作呢 能改善下巴後縮以及生下巴 第四步 大拇指塗上按摩膏 沿著下顎骨內側 從下巴慢慢推到的耳朵下面的凹槽 然後呢再輕輕按壓幾下 這樣子的動作呢 做20下 最後就可以用手上殘留的按摩膏 按摩一下斜方肌 胸鎖骨處肌和鎖骨內側的凹槽 每天早上起來臉部都會很腫 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拿出兩個皮筋 然後呢把它們套在耳朵上 10分鐘之後再拿下來 這樣能提升臉部 刺激咬肌放鬆 同時呢還能促進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環 軟解肩膀的痠痛 在我們剛洗完找毛孔張開的情況下 先找一款自己覺得最溫和的清潔面膜敷上 塗抹的時候呢要記得輕輕的按摩 這一步的作用主要是軟化角質 同時呢清潔產品多少都有讓黑頭和白頭浮出來的效果 等差不多10分鐘左右我們就可以洗掉了 毛孔你的髒東西多少會浮出來 如果你的黑頭很多 那麼你可以用真清的方式清理一部分 以按壓的形式 然後再用洗棉袋洗臉 這時候可以拿出你手上的潔面衣 利用潔面衣的震動 幫助把浮出來的白頭給清洗乾淨 潔面衣正確的方法呢不是在臉上打圈 而是在一個地方停留15秒之後呢再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兩步做完之後呢我們拿出成分單純簡單的化妝水 浸濕一下化妝棉然後敷在臉上 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我們直接就可以用礦泉水 其實效果差不多敷上10分鐘左右 樣子的作用呢就是安撫一下肌膚收一下毛孔 做完清潔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好好補水 我們可以邊泡腳邊敷面膜 泡腳不僅能夠促進血液循環放鬆身體 同時呢也能讓面膜更好的吸收 用在臉上塗抹質地清爽的肌底液或者是精華 敷抹是面膜後敷全臉等待差不多20分鐘 過程中你可以拿出這種頭部按摩器 頭部按摩呢和泡腳一樣都能很好的促進面膜的吸收 20分鐘之後呢泡腳也正好可以結束了 這個時候我們再拿出一個眼膜敷上 以及一片片狀面膜 疊加覆蓋15分鐘左右 要注意的是呢我們這兩種面膜呢 都要選擇成分簡單單純的那種醇補水的面膜 功能性的面膜呢疊加在一起容易引起過敏 還有注意的是敷上片狀面膜之後呢身體就不能立著了 而是應該躺著 不然等你老了之後你就知道臉有多垮了 15分鐘之後摘下面膜 再用化妝水把臉上的面膜擦乾淨再洗臉 最後呢用你手上不悶痘的睡眠面膜當成晚霜 塗上後睡覺 這樣呢就能更好的補水和鎖水 會悶痘怎麼辦 如果你是敏感豆皮 那麼就改成在敷面膜前先點塗去豆精華 再敷上一層蘆薈膠 貼上眼膜後呢再蓋一層安全的醫用面膜或者是水膜 等20分鐘之後呢照樣補水還能穩定肌膚 日系初戀妝技巧 日系的妝面呢都是以奶油肌為主 所以呢沒有適合的粉底也就可以用光澤感的粉底 再混合雅光霧面的粉底 有瑕策的地方單獨用遮瑕 蜜粉呢選擇有水光感的蜜粉定妝 這樣就能讓妝面看上去更加的清透 十元的眉毛偏短偏平但還是根根分平的 所以我們先讓眉毛立下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上虛下實 上緣呢可以把眉粉慢慢的暈開 下緣就得用遮瑕整理乾淨 這樣子的眉毛呢能顯得柔和 同時呢又不會太圓頓 提升了臉部的精緻度 可以看一下十元的早期和現在 眉型對它的顏值的改變 日系的眼妝特點十四有若無 先用一個淺棕色打底 以打圈的方式呢從下到上 慢慢的鋪滿整個眼窩 上前下身 找一個像冰金的細閃 會在你睜眼隱約能看到的範圍之內 就面積不能太大不然會很顯腫 邊畫邊睜眼確定範圍 下眼睛不要忘記 然後呢我們再找一個比較心機的粉色 一直沿著睫毛的根部畫到雙眼皮的折痕處 下睫毛的根部也可以塗上 就是讓眼睛若有似無的透著一點點的小粉紅 但是這個範圍一定要小 眼線呢選擇柔和的棕色 因為可以拉出來一點點 但是不要拉翹 而是拉平 引造出那種無辜的感覺 然後再用一個深棕色把眼線蘊開 讓眼線更加的自然 下眼睛也加一點影響 造那種眼睛下肢的效果 使用標誌的大臥才顯嫩發爆 先用一個棕色描出大致形狀 再用小刷子加深頭部和尾部的這塊區域 記得運染自然哦 再拿出遮瑕刷 用上面的魚粉來去修飾一下邊緣 哇 瞬間眼睛放大了兩倍 眼角呢也記得畫上 這樣子能讓眼睛不那麼圓頓和腫 找一個白色珠光 填在眼窩的這塊凹頭區域 以及眼頭和臥殘 沒有臥殘的人呢 可以用雅光的提亮色來畫臥殘 夾一下上睫毛和下睫毛 下睫毛夾與不夾 除了睫毛高厚呢 還是區別很大的 這一次我發現十元的睫毛呢 是中間比較翹 而眼尾呢是比較平的 這樣的眼睛呢 看上去就不只是圓 還會帶有一點點的眉 加深山根這塊區域 以畫C的形式呢 慢慢暈開 下面這部分 我們就可以用很少的方式上鼻影 會比竖著畫更加的自然 對於大鼻頭和短鼻子形容來說呢 就是要加深鼻頭兩邊的這塊區域 再往下過渡 鼻尖這塊區域呢 要留白 視覺上就能縮小鼻頭 拉長鼻子 日式的修容呢 就很清淡 只要修飾一下輪廓 讓臉部線條看上去更柔和就行 具體的修容教程呢 可以翻閱這篇 腮紅的位置呢 是在眼下以及全宮的上方這塊區域 同時呢 鼻頭也別忘記 這樣子呢既有少女感 又能修飾臉型 找一支溫柔的口紅 塗滿整個嘴唇 讓嘴唇看上去厚一點 鼻樑上的高光呢 一定要窄 同時鼻尖也可以點一點 拉長鼻子 還有眼下的蘋果肌 側面呢也要打上 蘋果肌立馬就砰起來了 人中長的話 記得嘴唇上也塗一點 這樣子的話可以縮短人中 最後塗上唇蜜 希望這期視頻對你有幫助 記得一鍵三流哦 可樂 川島 一 izqui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